傻子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媳妇 还没等媳妇反应过来 傻子就扒下她的内衣内裤 跑到全村人面前炫耀 煞时间众人哄堂大笑 香二嫂健壮 一把夺过衣服将儿子赶进房子 上世纪九十年代 香二嫂被卖给瘸子做童养戏 瘸子丈夫什么都不会 唯有三大爱好 抽烟喝酒看录像 还喜欢看那种带颜色的 她无数次想一死了之 这时婆婆总会劝她 再忍忍日子就会越过越好 于是她一忍就忍了二十年 日子过得越来越没盼头 后来她生了一儿一女 和别人不同的是 女儿乖巧伶俐 儿子敦子却是个大傻子 这天 香二嫂正在自家的香油店做生意 这边与外国人刚签完合同 另一边的傻儿子又闯祸了 敦子虽然心智只停留在孩童阶段 但身体早已发育成熟